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什么我都不怕 父亲爱人原形毕露 痴情女子从爱中觉醒 你为了我 跟别的女人在咖啡馆里搞暧昧 你是为了我 有一个老太太心脏病犯了 刚去世 神秘证人给案情再见谜团 我是 《狐法栏目》三季悬疑迷一句 《爱情有毒》 第二集正在播出 《狐法栏目》三季悬疑迷一句 《狐法栏目》三季悬疑迷一句 赶姐 来两个饼 夹难夹长上啊 《狐法栏目》三季悬疑迷一句 《狐法栏目》三季悬疑迷一句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 打开的说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查你啊 快 别怕我 你趁不扶是吧 我过来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 三集的迷你剧集 《爱情有毒》 今天是第二集 我们这个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一个 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有点稀里糊涂的女孩叫江南 她在自己男朋友各个的公司当出纳员 一年多之前 她这男朋友欠了赌债 所以为了帮她男朋友 她居然挪用了公司 七十多万块钱的货款 而且还把自己男朋友的哥哥给杀死了 在案发之后 江南的男朋友居然把她给藏起来了 与世隔绝 江南一门心思觉得 她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 她男朋友郑旭东 那应该是也特别爱她 可是事实上 这郑旭东这个人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不是为什么爱不爱的 就是为了钱 简单啊 郑旭东结识了一位 所谓财貌出众的女性 这个人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叫白宇 郑旭东跟白宇在咖啡馆约会 被派递员刘明阳给拍下来 这刘明阳怎么回事呢 上一集故事当中大家都看明白了 江南呢 老是在网上买些东西啊 这刘明阳老到这送送一来二去 这刘明阳就喜欢上江南了 江南如果看到了这一段录像之后 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这个给我 拿着 这是我的名片 随时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你的地址 我买个新的送给你 姐 你是不是没休息好呀 我以前头疼就吃这个药 很管用的 不是 你别管我了 赶紧忙你的去吧 那好吧 对了 姐 我答应让你看到每天的咖啡馆 我今天给你拍了 可是DV让两个警察给撞坏了 不过数据我留下来了 我可以考到电脑里 看看能不能看 那他说什么 警察 好像是在办案 两个便衣警察 他们没跟着你吧 没有 他们说会赔给我DV的 然后就开车走了 电脑呢 姐 我给你拿去 姐 你看 数据还在 我给你拿去 你把这个东西先放着吧 你把这个东西先放着吧 等我看完了再还给你 那我先走了 你把这个东西先放着吧 老板 我才外部儿跟人谈的事儿呢 我不多挣钱 我怎么带你走啊 警察同志 其实那个能修好 不用配心的 主要是里面的数据 还在就好 没事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奶奶 我回来了 是不是牵到手了 在哪儿呢 我们在这里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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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年 我过得特别痛苦 你知道吗 尤其是在你每次施约的时候 特别崩溃 我想过各种死板 跳楼 上吊 吃药 隔外 它是我眼睛 现在呢 这第一下可能有点疼 你忍着点 疼吗 疼吗 不疼吧 我已经把你的动脉给割开了 你那个血就会一直流 但是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我不是给你缠着个布条吗 你现在还死不了 咱俩先说说话 聊聊天 我先把你嘴上的那个胶带 给你撕下来 但是你不许喊 知道吗 你疯了 你疯了 放开我 救命啊 还好吗 我把胶部给你撕开 你还好吗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有必要问这个吗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是 我是一直在骗你 为什么 不管为什么 我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你为了我 跟别的女人在咖啡馆里搞暧昧 你是为了我 我 我原本以为那个老街咖啡馆 在我的记忆里是很温暖 很幸福的 但我现在觉得那儿特别恶心 我听不听 我听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今天上午跟你在一起的 那个女人是谁 你怎么知道 你别跟我怎么知道的 那个是白总 是与我们公司投项目的 有手拉着手吗 说话呀 你是不是傻呀 缺心眼啊 我缺心眼 我就是缺心眼 你不是要我死吗 来 你把布团解开 别愣着 给我解开 给我解开 这一年来 为了挣钱我是不择手段 我借人说人话 善鬼说鬼话 我应该笑的时候 我不能笑我得哭 不 有女客户来了 我得陪人喝咖啡 得陪人逛街 甚至陪人暧昧 我都是为了谁呀 不就是为了你吗 我为了挣点钱让你出国 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倒好 你倒好 你现在还要误会我 我活着是没什么意思 你说不会有痛苦 是吧 你给我解开吧 我不想解开 你没有骗我吗 给我解开吧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会怪你的 这辈子我不遗憾 有你这么个女人在乎 我知足了 我知足了 我懂 我懂 我只是不是有要求的 我就是 我就是 我不想让你跟我分开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 去跟别的女人搞暧昧 你不要陪别的女人去喝咖啡 我懂 你别怪我 我帮你解开 我现在也帮你解开 我现在也帮你解开 是不是把你弄疼了 新婚 我可来 去给我倒杯水 阿栋 钱我有办法了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想出去怎么也得把八十万的 你上次 你上次不是说 让我去管我妈要吗 我去了 而且我能确定 钱就在她手里 你妈能给你吗 她说只要我去自首 她就把钱给我 我想试试 不行不行 楠楠 我不能让你冒险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什么我都不怕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什么我都不怕 我都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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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对不起 你能把你的口罩摘下来 给我看看吗 你没见过女人 坐在那儿大半天 一直在那儿看 看看看 她昨天晚上把我口罩 给我摘下来了 就是啊 院长 你想替我们做酒啊 先去工作 快 算了 快走吧 小七 不是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问你 谁让你回来的 是院长让我回来的 院长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你回来了那谁盯着 出事怎么办 妈 妈您没事吧 你干什么来了 妈 要钱是吗 我没见着 没有 妈 您上次还跟我说 钱就在你这儿 而且我要是去投案 你就把钱给我 我没说要给你 我是想让你减轻罪孽 交给警察 我要是投案 就只有死路一条 都想活着 可良心要是没了 活着还有意思吗 我知道 那郑旭东 肯定是让你找我来要钱 他也来过 当时我听得出来 他肯定跟你有联系 我给您钥匙 伯母你是个明白人 这笔钱是我哥的 也就是我的 对吧 我给您钥匙你不去 那自己去找吧 伯母你 去过了是吧 没找到是吧 实话跟你说 楠楠也给我来过电话 她说钱就藏在暖气罩里 我找了 没找到 我要是找到了 就给你 不过我得亲眼看见 楠楠到我身边 我估计 我要是没有那句话 你肯定早就死了 不可能 你以后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说郑旭东坏话 您根本就不了解他 他为了我他什么事都做 妈我求求你了 你以后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你怎么这 妈 妈妈 妈 妈 你别吓我啊 妈 妈 我告诉我 你干什么呢你 会不会呀你 小张小王快点进来 都想活着 可良心要是没了 活着还有意思吗 没上岁数真是的 不知道没活儿说没就没 喂 你刚才说什么 有一个老太太心脏病犯了刚去世 在哪儿啊 刚被救护车拉走了 你是新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神经啊这孩子 你怎么会都走 又是这样 那孩子 我怎么会不拥有 我怎么会不拥有 你怎么会这孩子 你那孩子 你怎么会不拥有 你怎么会不拥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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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怎么 你要走吗 白小姐 咱们还真是好事多磨 我公司又出了点急事 我必须得赶过去 刚才还猴急猴急的 怎么 这会儿中途退场了 不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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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算中场休息 来 我先自拔一杯 算了 你自己喝算什么呀 以他但是是走吧 我在这儿等你 嗯 这儿等他就会说我通过去 你好 郑气冬在吗 他有事出去了 你是 我是冬子的朋友 那你是 我是他合作伙伴 过来跟他谈合作的 你也准备出去 是 行 那我在这儿挡蛋 去吧 酒杯不放进去吗 我 发声 大哥 你可回来了 你就是那个快递员的 是我 人怎么样了 我刚才让他吐了 现在好多了 睡得挺安稳 你回来就好了 我就先走了 兄弟啊 提点小意思 帮我个忙 我那边呢 还有个合同等着我去签 帮我看着他 什么时候他醒了 你再告诉我 受点累 安眠药 对 这女的挺猛啊 什么来头 小琪 查到那个女的资料了吗 查到了 白宇 白宇二十七岁 本地人 市中医院的药剂师 什么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都是编出来的 根本查不着 能确定安眠药是他放的吗 现在还不敢确定 但是在酒杯上 确实有白宇的指纹 而且在我进门的时候 他正拿着酒杯往外走 药剂师嘛 弄点安眠药太容易了 那他是什么动机呢 队长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们去敬老院 听院长反映 今天江南的母亲心脏病复发 非常严重 如果江南按照我们的推测 他还在金元 并且跟外界还有接触的话 那他应该会有所行动 那郑启东呢 先别刺激他 我觉得从白宇那儿 一定会找到 不一样的收获 你好 你是白宇小姐吗 我是 我是警察 请你跟我回去一趟 有些事需要您协助调查一下 我认识啊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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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些事 叫我 好 姐 你醒了 来 进来 给 这些都是你收拾的 你睡得挺久的 我在这也无聊 就找点事干 你一直陪着我 对啊 他呢 谁 你男朋友 他在我怎么可能在这呢 他回来了一会儿就走了 说是要签合同 走不开 对了 他说你醒了之后 让我赶紧告诉他 不用了 别告诉他了 你是药剂师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郑旭东 我不想跟你们这些警察废话 为什么 因为你们无能 你怎么说话呢 小七 你们要是有本事 也不会让我姐姐在死了两年多之后 还让郑旭东这个王八蛋逍遥法外 你是说郑旭东 杀过人 你真正的想知道我的事吗 嗯 可是我怕你知道了 会讨厌我 不会 其实 其实 我并没有得什么阳光过名称 那些都是我编出来的 不过我的确是怕阳光 因为 我是个逃犯 你对我太好了 我不想骗你 可是姐 我觉得你是好人 你怎么会是逃犯呢 你别问了 我不会为难你的 即使你不举报我 我也是打算去自首的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还不如死不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 我 我妈 我 我 我妈 就是被我活活给气死的 我怀疑 我怀疑 郑旭东给我姐姐下了毒 下毒 我唐姐 叫宋秋月 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她以前 是一个 很活泼开朗的人 可是自从和郑旭东 在一起之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变得内向了 不爱说话 也不爱玩 整个人都黏黏的 后来 居然查出她挪用公款六十万 我姐家虽然穷 但她绝对不是贪图钱财的人 这些都是她和郑旭东 在一起之后发生的事情 在调查的过程中 我姐也自杀了 可你怎么就证明 是郑旭东给你姐姐下的毒呢 我是药剂师 我能看出我姐姐的不对劲 可是当时没有太在意 所以没有留下证据 所以你接近郑旭东 你是想 我接近她就是想要找到证据 可我一个人 我怕被她伤害 所以就准备了安眠药 以防万一 那你拿到证据了吗 没有 可是我拿到了一杯咖啡 咖啡 我唐姐以前经常跟我提起 她和郑旭东在一起的时候 老爱喝这个咖啡 咖啡在哪儿 小齐 拿去化验 小齐 拿去化验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寻死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我本来就是个该死的人 以前发生了什么我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 现在的你是个好女孩 你还没有女朋友 好多事你都不懂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 那她一定很漂亮吧 在我心里 她是最漂亮的 能遇到一个你这样的男孩 她一定很幸福 可是她并不喜欢我 我只能祝她幸福 我只能祝她幸福 那她幸福吗 不 至少她现在不幸福 你这么好的男孩 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女孩 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女孩 你就是个好女孩 可是你并不喜欢我 你别再傻了 我是个逃犯 是个没有以后的人 我看着我妈犯兵 我看着我妈犯兵 我却只能逃跑 我甚至都不知道 我妈被送到哪家医院 姐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你帮我不也成坏人了 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千万不要因为我 谢谢你今天照顾我 谢谢你今天照顾我 你先回去吧 小兄弟 谢谢啊 奶奶 你可醒了 你知道吗 你都快把我急死了 白宇提供的咖啡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线又断了 队长 你说郑旭东是怎么下毒的 先别说下毒的事 从宋秋月到江南 再到伪装假身份 接近郑旭东的白宇 这几个案子放在一起看 看来江南 是为了郑旭东才挪用的公款 还有 白宇提供的那个重要线索 他怀疑郑旭东给宋秋月下毒 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那郑旭东这招 会不会也用在现在的江南身上呢 干什么πό 亲爱的 你受苦了 来 喝杯咖啡 怎么还生 我知道 你怪我没陪着你 这不是正好有个合同 眼看就要签字了 我这么敢来敢去的 还不是为了早点中点钱 带你走吗 郑徐东 我要是死了 你还能带我走吗 呸 呸 呸 怎么能这么说呢 别瞎说 你现在太可怕了 我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已经致并不知道 是最好的 就是我 你现在真的就在那边 我现在对我 她就在那边 和我呸 那会不认识我 最后还不认识我 她过来 你在一起 你知道吗 行了行了 你等静点 你妈死吧 那笔钱呢 谁你拿回来了吗 江丹的母亲 岳丽 那当然比女儿要疯了 她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这钱到了郑旭宗的手上 自己的女儿恐怕连命都没有 所以这钱到哪儿去了呢 老太太把钱藏起来了 而且老太太心里还有个想法 如果我的女儿拿着这个钱 投案自首 那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等于是给女儿留了一条活路 刑法第67条有规定 犯罪以后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 这个可以被认定是自首的行为 那么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 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出发 大家早就看明白 这郑旭东是为钱不择手段 甚至于他都动过 想杀死江南灭口的歹心 江南现在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郑旭东是对他没有什么感情 那么故事讲到这儿呢 我们又有另外一条线索 白宇的唐姐宋秋月的遭遇 很多地方是不是跟江南惊人的一致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白宇说她怀疑郑旭东给宋秋月下毒 如果这个怀疑是真的 那么这江南现在可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那么这个江南到底能不能觉醒 它是如何来把握自己的人生和命运的呢 看普法故事评《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杯盖上的醇咖啡并没有 那就是糖上出了问题 想调到郑旭东 上哪儿去找像白宇那样优秀的女间谍啊 陈小姐 请 搞定了 通知他们立刻行动 妈 阿栋 我把钱要回来了 我得好好犒劳你啊 来 喝点咖啡 奶奶你别怪我 你必须得死 你必须得死